莫听川林打夜声 何妨银笑切徐行 竹杖盲鞋轻胜马 谁胖一所烟雨任平生 缩衣由不透水也不透风的棕片封城 和平常的衣着一样 分为上衣和下裙两个部分 为了防雨和头顶的斗粒一起配合使用 它最早是由一种叫缩草的植物编织而成 缩衣的名称也就由此而来 1970年代 伴随着化纤产品的出现 缩衣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而如今 在下雨天 我们几乎已经寻不到 人们披缩带立的场景 取代缩衣的 变成了雨天里的一把把的大伞 和一件件花花绿绿的雨衣 对于物质充裕的新一代而言 缩衣已经成为了一个 语发陌生的字眼 在张州乡城区金峰上板 出生于缩衣世家的首艺人洪阿护就住在这里 几十年来 她一直不间断地继续着缩衣的创作 本来在单位工作 后来出一点做心意 做得确实还不错 但是呢 因为我的家什么好 妻子 她有一种痰疗病 后来有一点老人 轻微的老人痴呆痣 还有种种的刺激 造成了很多麻烦事 这个一照顾 我想说从到1901年 1912年 12年 她去世 她刚刚去世三年 2012年 前后应该说是十几年 我基本上没有工作 没有去做生意 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照顾她 洪阿护和兄妹六人 都自幼学习着做缩衣的手艺 洪阿护的祖父洪文璐 年轻时去台湾学做缩衣 后来在张州厦门路221号 开了家中兴缩衣店 由于家里世代从事缩衣行业 洪阿护幼时便和这些熟悉的 宗片相互陪伴长大 这些散发着自然清新味道的宗片 从小就在洪阿护耳边 呢喃着他们的芬芳 许多从事缩衣手艺的老艺人放弃了 这门手艺被不值钱 没意义这样的声音 抬挤着 而洪阿护仍然在他的生活中 在他的心里给这些宗片画了块角落 疼了些地方 不过在他以后呢 你总不能说这样子 因为他弄开始 煮饭给他吃的时间毕竟是很短 我总不能说在这 喝茶 看电视 什么 洗地板 洗衣服 也毕竟是很少 总是要想出一个事情来做 后来我就是看电视 中央第二套故事 因为做那个财富故事会嘛 讲一个退型的 他专门以前主船的做鸡毛赏子 鸡毛赏子 这样子 后来我一想就奇怪 他这种东西跟 虽然是鸡毛赏子 我家里做收衣 尽管是一模一样 他也是退型 我也是退型 他也是主船 我也是主船 无疑是品种不一样 所以我就想就干 开始干 老虹的家中 已经延染是一个宗制品博物馆 大大小小的作品 整齐地悬挂在门上 墙壁上 对于来访者而言 他们是精美的工艺品 而对于虹阿虎而言 他们是他日积月累的心血 浇灌出来的孩子 每一帧 每一线 都在说着 他对缩衣的坚持 不放弃 我身体的坚持 我身体的感 我做的东西 你不管开店开在哪里 价格多少 这个另外一回事 我想说肯定看的人特别多 而且摸的人 也特别多 因为我知道我的东西是好东西 工艺 因为我有对照过很多东西 他们拿过来我看了 我说这个简直 我是不要说其他人家怎么样 这个是这个我刚学的时候 就是这种东西 你拿给我查很痒 所以说我感到说我的东西 即使没来给我买 也会进来给我看 我自信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看他们说 哎呀你这个东西特别给我母亲 你那么多东西 我去赶快我看怎么样拿去 灭掉我自己不急 他已经换十年八年他不会变 你把只要你看他这个毛暖暖的 什么样子把它清理一下 还是新的 因为他这个中本性 他就是很难救 看不出旧的 许多年过去了 洪阿虎的妻子李去了 母亲苍老了 兄弟姐妹们各自从事了不同的行业 而老洪依旧陪伴着他的老母亲 在缩衣的道路上继续坚守着 他依旧和善 依旧好客 依旧在饭后坐在自己大铁门后的小板凳上 挑挑挑挑挑挑 唐代才子唐印在他著名的《桃花烟歌》中写道 若将贤者比隐士 夷在平地夷在天 意思是说 将大家公认的成功者和道德高深的隐忍之人做比较 就如同是在拿天或者地做比较 红阿虎大概就是这大隐隐于世中之人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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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